老爷 大夫走了 大夫说 这孩子底子太弱 不能再折腾了 荣儿 你要去哪 我要去今晚 我心里憋了很多事 我觉得不舒服 我要和他讲清楚 不行 你现在哪也不能去 阿玛 你不是说过沈医师会没事的吗 你还要婉儿放心 咱们已经尽力了 那是他沈医师面该如此 你就想开心吧 不知道婉儿现在怎么样了 一定会怪我 沈姑娘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她不会怪你的 不 不 她一定对我很失望 龙儿 这么说 你在怪阿玛 你对阿玛失望了 不 我谁也不怪 我只能怪我自己 傻儿子 你何苦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 你也不好好想想 沈姑娘是皇上的欣赏人 就连皇上都救不了的人 你怎么能够 你别说 你怎么会想让我走 你不过要走 走 走 你不过去 走 去走 走 我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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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少爷回房间 不行 我现在就要见他 我必须见他 爹 你在想什么 爹在想 我这个爹当得太不称职了 让自己的女儿吃了这么多的苦 爹 只要您能够平平安的 婉儿做什么都愿意 以后啊 就让女儿好好地侍奉您 您不再是扬州的那个沈学士了 您是婉儿的爹 却属于婉儿一个人 婉儿 我知道你们用心良苦 就是为了救爹这条老命 但是爹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活着 如果是这样 爹不如去死 爹 你在说什么 爹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万云河和明珠相勾结 在咱们扬州搜寡林彩 爹偶然得知 他们就想置爹于死地 还弄出个文字语 这些我都知道 怎么 你都知道了 爹出事以后 我一直想为你讨回公道 可是 一直都没有证据 证据 早就让他们拿走了 不怕 没有证据 爹也敢和他们对簿公堂 爹不能 为了救你 那么多人费了那么大的劲 如果你要是出去了 这一切不就秦宫尽弃了吗 万云 现在爹活得不明不白 这跟死了有什么区别 爹 做不做沈医师 爹也不再计较了 也不想让你为难 这次皇上调包计 也有他的份 如果爹把这些全拆穿了 你难以面对 帮助爹的这些人 对吗 但是 万云恒和明珠勾结一事 以及他们诬陷爹的事情 我一定要向皇上说个明白 否则 我寝食难安 爹 如果皇上知道这件事情 他就一定会查 到时候又会弄得人心惶惶 这一年来 婉儿经历了太多不甘回首的日子 可是婉儿始终只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把爹救出来 可以和爹过几天平静的日子 现在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我不想让爹在卷进无休止的案子当中去了 婉儿是怕了 爹 婉儿有一个朋友 你没有见过她 可她却为了救你 付出比婉儿还大的代价 她要是知道你要去 她肯定会和婉儿一样难过的 爹 就算是为了婉儿 爹 婉儿求您了 爹 唉 我纳纳明珠到底做的是什么孽 老爷 您就别生气了 我看婉儿 怪可怜的 她可怜 我这个做父亲才真可怜 生下她 那我就注定要欠她一辈子了 明珠大人 官老爷到 大人 皇上这么急着找我进宫 出事了 瞧你一副作贼心虚的样子 皇上收到你的银子龙颜大月 他要召见你 皇上高兴 当然 不对 皇上这两天心情特别好 不应该 沈姑娘刚刚爹没了 肯定会闹得死去活来 皇上怎么跟没事人似的 沈王孔失宠了 你想谁愿意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人 老跟在身边 你记住 你压根就不知道皇上是扬州城的三爷 是 小明官允衡叩见皇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官允衡 你抬起头来 您 您是皇上 大胆 罢了 他见过朕 那个时候 朕是皇三爷 还在官老爷家借助过 是不是啊 官老爷 小人有眼无珠 皇上恕罪 请 起来吧 谢皇上 看见你 朕就想起在扬州的那段日子 那段日子啊 朕恐怕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好了 不提了 关于衡 在 你替朝廷筹集银子 解了朕的燃眉之急 朕 要试验款待你啊 谢皇上 谢皇上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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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摁ulin 朕 荣若 你起来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是婉儿吗 我没脸见她 我不去 荣若 沈婉从来没有责怪过你 你何苦这样折磨自己呢 我宁愿婉儿打我 骂我 把所有的气出在我的身上 这样我的心里才会好受心 荣若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了 等你见到那个人之后 你就明白了 荣若 你来看看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 这不是江南沈家的院子吗 怎么在京城出现了 爹 您又忘了多穿点衣服了 过来 爹 别洒了 进去歇会儿 好 恩师 并没有死 是 你是在安慰我 人死不能复生 你一定和婉儿串通起来骗我 荣若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怎么可能 那咱们在法闪看见的是什么 那只不过是一个替身 替身 只不过 这世上再没有什么审学事了 荣若 恩师还活着的事情 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婉儿为了避嫌 还住在宁香那里 今天她是特地回来看父亲 有话你就说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人 这沈医师的事已经了结了 咱们是不是该考虑考虑孩子们的婚事了 是啊 让我再好好想想 能成为大人的亲家 那小的是三生有幸 丁香 你先回去吧 沈温 带我去见你的父亲 你不用瞒我了 这关兄把什么都告诉我 你找我父亲要干什么 既然他是被冤枉的 就不能不明不白地活着 我要替他犯案 容若 你就听我一回吧 你什么都不要再管了 不 袖手旁拐我做不到 那你要怎么样 难道你要我父亲再去死一次 不讨个公道 你父亲活着会很痛苦 你也要继续牺牲你自己 我不能看你这样 你错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牺牲 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不是的 你根本就不爱他 你再委屈你自己 好 你不带我见沈先生 我自己去找他 大兰公子 你太高估我了 我从来就不委屈我自己 我爱皇上 我爱皇宫的一切 现在我父亲也平安了 也请你不要再来打搅我们 让我们过几天平静的日子 行吗 我爱皇上 在我身边 还行吗 但是你能不能多 我你能不能抓到 这牺牲 见过沈姑娘了 她还好吧 婉儿她很合 那她和皇上 婉儿说 她要跟皇上在一起 可是 我知道她说的不是真心 婉儿子 人都是会变的 婉儿不会变 世人就会 何况沈姑娘 在江南就是个风月场中的人物 她什么人没见过 什么事没经过 如今她来到京城 找到了这么好的归宿 她能够轻易放弃 婉儿 你不要再一厢情愿了 你应该为沈姑娘高兴才是 高兴 我真的一个高兴 当然了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普天之下能有几个女人 能修来这样好的归宿啊 就因为那人是皇上 从女人竟说糊涂话 女人一辈子图什么 亦得无价宝 难求有情郎 皇上对她一片真心 不是每个嫁给皇上的女人 都能得到幸福 可是她能 她能得到幸福 你既然真心喜欢她 你就应该为她高兴才是 阿玛知道你是个好心眼的孩子 你会为她着想的 不会光想着自个儿 对吗 容若 阿玛你只是担心我想不开 再犯了疯病是吗 放心吧 我是不会有事的 一定不会的 这就对了 你即便不为沈姑娘着想 你应该想想你阿玛 还有你那死去的额娘 对呀 对 我真的很想得了你 我很想你 很想你 很想你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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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理说 你们家荣若的婚事 哀家犯不上管 但是既然他喜欢的人 也是皇帝喜欢的 我就不得不管了 你回去告诉荣若 不是皇帝仗势欺负人 而是人家沈姑娘愿意 实话跟她说 今天晚上沈姑娘就要去行宫 办嫁 搬在皇上左右 与皇上顾盼江山 这种机会有多少人 把她看成是无限的荣宠啊 荣儿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与自己喜欢的人长相厮守 过一种平淡的生活 比把自己的生命 相不在那个尊贵的位置上也好得多 荣儿 有一个人一直在惦记着你 关家大小姐 还记得吗 关应兴 没想到 她对你倒是真心 听说我们家毁婚 她差一点就寻了短见 都会发现得早 家里又看了眼 才没酿成大祸 真的 阿玛 你根本就不应该答应这门亲事 你看现在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倔 而关家小姐的性子又是那么烈 好你不是二夫 他既然和你有了婚约 那就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你不要他 只好了断 听阿玛一句话 这么好的姑娘 你以为要辜负了她 不 阿玛 做人 不可以建议私迁的 建议私迁的不是你 是沈婉 婉儿不是 阿玛 你不懂 婉儿 婉儿叩见皇上 你们下去吧 喳 婉儿 在这面前不要多礼 皇上就是皇上 婉儿怎么可以不讲规矩呢 好了 这儿没有外面 不要那么多礼 来 坐 坐 婉儿 你还正为你准备的行工 你还满意吗 谢皇上 我还让他们准备了几道 你愿意吃的羊肉菜 皇上费心了 一定要把少爷给我看好了 出了半点差错 我拿你们试问 是 老爷 老爷 少爷牵了一匹马出去了 说要去骑马 就这儿个看得由 她在上 现在就马上菜了 了 喂 刀 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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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快许愿 你没事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宝儿 有一个人我一直不愿意听 看来回避不是伴侣 我想知道 他在你心里是什么位置 皇上说谁 纳兰荣若 我很感激他 他一直都在本着仗义之心 为我父亲的事情奔走 正义之心 婉儿 朕对不起你 朕始终没有勇气还你爹一个清白 也只好出此下策了 皇上 婉儿不想再为难你了 你能够放我爹一条生路 我已经是感恩戴德 永世难忘了 感恩戴德 婉儿 原来你只是对这么感恩戴德 皇上 您太多虑了 听着这么熟悉的曲子 朕能不多虑吗 皇上 既然你有这层顾虑 难道您听不出来这曲子当中流露出来的祝福吗 是吗 我只听出了愿意 而且朕也不准备接受这所谓的祝福 我只听出了愿意 少王爷您真的在这里啊 咱得回去了 辣位都快急死了 天快黑了 露水重 冻坏了身子可就不好了 快回去吧 我还说回去告诉阿玛 我没事的 少爷 今天是沈姑娘的喜日子 她顾不上想你的 少爷 我真是搞不明白 对 沈姑娘都是人家的人了 你干什么还这样想她 少爷 好了 我不说了 就当我没说过 我觉得少爷您这样 特别不值啊 你不懂 沈姑娘 皇上让奴才送沈姑娘回去 咱们这就动身吧 陆公公 皇上他呢 走吧 陆公公 陆公公 老爷 赵公公 你把这一切全都给毁了 薄海叔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快回去吧 少爷 您不回去 我怎么向老爷交差 你就是回去了 老爷爷不会饶了我 再说 少爷 你一厢对你渤海叔不保 从没拿我当下人看过 少爷 你现在心里不好受 你渤海叔我心里就好受 就让我陪着你 不要再说 刚才吹笛子的是纳兰荣若 就是 皇上有旨 宣纳兰荣若敬见 奴才见过皇上 你来得正好 朕正愁没人陪朕喝酒 坐吧 今天是特别的日子 酒虽是能喝 但是 但是什么 皇上可别冷落了新贵人 小路子 好 拿酒来 珍酒 皇上 朕让你珍酒 真满 好 你干了 这也干了 好 你干了 荣若 你不喜欢出来当官 朕就放你闲云野鹤 你喜欢先帝的真儿 朕就纵容你去喜欢 你我见面 我拿你当亲兄弟看对 不想你我居住在 君臣的礼仪之中 你说 这苦往今来 君臣兄弟也不过如此吧 皇上带我确实胜过了 自己的亲兄弟 皇上深沉睿智 更是超过刘备 说到手足之情 我想就没有 关羽张飞的父亲 可你别忘了 刘关章桃园结役的时候 大家可能是 凭头劳文心 那和我们相差身眼 皇上说得有道理 这么说来 皇上可是苦往今来 天下第一的真命天赐 那来荣若恭祝皇上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荣若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就说过 你目无君上 可事隔多年 你还是这副德行 当你的皇上倒霉啊 当你的阿玛更倒霉 说实话 你阿玛挺可怜的 皇上 我是天下伤心人 你就不用跟我争了 可是 除了喝酒 皇上倒是可以和我拼一拼 那是当然 在扬州的时候我和紫燕一起 婉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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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是怎么了 你怎么回事啊 没事 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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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珠大人要见你 找到茶棚去了 好称有急事 明珠 是那个大蓝明珠吗 你想 他来找我做事吗 有没有官兵 就他一个人 好像不是来抓人的 婉儿 爹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 没有什么可怕的 丁香姑娘 你就让她到这儿来吧 老夫等着她 沈姑娘在吗 终究还是被她找到了 婉儿 她是冲着我来的 你们谁也不要出去 让我去会会她 爹 你不能去啊 婉儿 终究要见面 躲是躲不掉的 婉儿 你不用体贴担心 婉儿 伯父 你们是不是要让她走 好 师父娘 救命珠 我 看见沈默还活着 你是不是很失望啊 你 没有死 我早就跟亮了好 你现在知道也不晚了 不怕我再抓你吗 老夫 今天就在此 你要杀要抓 随你的便 抓你是小 惊动了皇上事大 到时候就怕沈姑娘也脱不了干系 你 但是 我今天不是来找沈先生麻烦的 是特地来找沈姑娘的 至于沈先生 我可以当做没看见 如此说来 我倒要感谢你明珠大人不成 那倒不必 不过老夫有一句话要提醒 举头三尺有明月 你办的那些事 瞒得了皇上 瞒得了文武百官 瞒不了你头上的青片 我知道沈先生对我有一肚子怨气 我也是身不由己 你是不在朝廷 不谋其位 不知其难 大人 你对我爹所做的事情 难道就仅仅是一肚子怨气的事情吗 你这一句身不由己 这可以致我爹无辜兴命于不顾吗 我儿 大人 你今天到这儿来究竟是想干什么 我来是找你 沈姑娘 我 我求沈姑娘救荣若 荣若 荣若 荣若他怎么了 皇上派人把他抓走了 怎么会这样 婉儿 荣若是谁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荣若是我儿子 你的儿子 爹 这件事说来话长 容女儿日后再给你解释 荣若现在到底在哪 只有皇上才知道 婉儿 你去哪里 爹 我 好 今天你要是走了 从此就不要再认我这个爹 爹 沈先生 你恨的是我 我的儿子什么也不知道 而且 他为了先生 他连命都不要了 是的 爹 如若一直都在帮我 荣若 荣若 难道就是你常提起的那个朋友 我明白了 让爹的拼命的要杀我 可儿子却要救我 明珠大人 你输得有多惨啊 爹 如若他是不一样的 是 我的儿子和我是不一样 如果他和我一样 我今天就不会来到这里了 你就原谅女儿不孝吧 我 你 愿 灭 荣若 我们打个天窗说亮话 神也别藏着掖着 好 你爱吧 儿子 爱 可我做事也从来不随便放手 皇上是我的凯王 沈姑娘 沈姑娘 陆公公 沈姑娘 你好歹劝劝他们吧 嗯 这是毒酒 我从来不劝酒 可是你我之间一定还是要了结 兄弟之间 真的要以命相残吗 你有什么意见 我恨你 不要 不要 儒儒 不要 婉儿 婉儿 你来得正好 儒儒 你怎么这么傻 皇上 你们怎么这么傻 不 婉儿 这是干什么 是我害了你们 就让我替你们来解决吧 不要 儒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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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儒儒 儒儒 这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儒儒 儒 儒儒 走 走 老爷 二 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要是再晚来一会儿 你我就错过了 下去吧 这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